有一个内部长宽高分别为1.2公尺,0.8公尺,2公尺的长方体容器 将84公升的水倒入容器内,水面有多少公分高? 题目最后问的是水面有多少公分高? 也就是说它的单位是公分 因此我们所有的数据都要想办法让它变得跟公分有关系才行 那我们知道,1公尺等于100公分 我们把长、宽、高都先换算成为公分 大单位公尺换算成小单位公分,用乘的 长,1.2乘以100是120公分 宽,0.8乘以100是80公分 而高,就是2公尺乘以100等于200公分 所以我内部的长、宽、高都已经换算成为公分了 接下来,84公升 我们要把这个容量换算成跟公分有关系的立方公分 1公升等于1000毫升 也等于1000立方公分 所以84公升是不是就是哪? 84乘以1000立方公分 乘出来的结果 水其实就是84000立方公分 那接下来,我利用一个图来解释一下 这个长方体容器 内部的长我们已经知道是120公分 而内部的宽是80公分 接下来,我把84公升 也就是84000立方公分的水 倒进这个容器内 因为它是长方体 那水倒进去呢 形状就会变成长方体 所以这个水倒下去之后 这个水所形成的这个蓝色长方体 它的长,是不是也是120公分 而宽也会是80公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个水面的高到底是几公分呢? 那我们看这个蓝色的体积 就相当于这个水倒进去所形成的长方体体积 那这个长方体 我知道它的长是120公分 宽是80公分 所以这个蓝色的长方体 我要算它的体积 是不是就是 内部的长乘以内部的宽 再乘以水面高 长乘宽乘以高 就是它的体积 而体积告诉我们 它是84000立方公分 内部长是120公分 内部宽是80公分 所以这个算式我又可以写成 120乘以80 再乘以水面高 就是它的体积 8万4千立方公分 120乘以80 乘出来的结果 是9600 9600乘以水面高 等于8万4 那根据乘法验算的方式 我要算出水面高 是不是就把84000除以9600 除出来的结果 是8.75公分 所以水面高 就是8.75公分 非常遵守 是9600 10 是9600 4 2 0 感谢观看